最开始的话 这个丽婷跟我说的时候 他是让我讲一下欣赏书法 那么我是说 讲一下书法史好不好 那么他又跟我说 我还是要欣赏书法 怎么样欣赏书法 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题目 那么讲欣赏书法的话 那么这个是仁波切做的工作 那么讲书法史的话 是学者做的工作 那么他一再给我强调 要欣赏书法 然后就做一个 做一会儿仁波切 做一会儿学者 那么书法的话 基本上是 当我们在问 我们要怎么样欣赏书法的时候 那么大概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回答两个问题 我们看到一件书法作品的时候 那么这件书法作品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这个它好在哪 不好在哪 那么基本上 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或者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是因为这个心里面 没有这么一个相对的参照系 或者没有一个指导的原则 那么要说没有参照系的话 其实这个也不完全是怎么回答 其实我们周围的话 大家都是 都心里面有一些对书法会有一些影像 比如说我们到中国城 那么看着很多的这个商店的招牌 或者走到一家商店里 里面有很多东西挂着 像是书法的这些东西 或者最基本的 我们看一看报纸 或者是用微信的时候 我们经常看到都是印刷体 那么这些都是在 这些都是在有形的和无形中 会影响到我们看到一件书法的时候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 那么比如说这是四件 都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作品 左面的两件的话 相对说来的话 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 因为看上去的话 跟印刷体差别不是特别大 那么是一个均匀的 一个是比较和谐的这么一个影像 那么右面的这两件呢 就相对说是困难的 因为它不是符合我们平常 所看到的这个印刷体 或者跟印刷体差别很大 或者是就是说 跟我们平常所建立的 这么一个比较均衡的 和谐的这么一个 关于书法的这么一种 通常的理解 那么有些抵触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说怎么样建立一个 用一个原则 来怎么样判断一件书法 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一共有三个原则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我讲的话是自然的参照系 第二个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自然的参照系 那么也是从书法史中的 这些经典的作品中 提炼出来的 那么也包括了 从其他的这个姊妹艺术 包括绘画 雕塑或者音乐 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些基本的 一个欣赏的一个原则 那么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实际上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则 要依靠我们自己 书法实践 那么去多接触书法 然后去开始实践 在书法进行实践 然后有第一手的这个感觉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 更清楚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所谓的自然的参照系 那么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是书法的定义 那么这书法的一个定义的话 那么就是讲 是书写汉字为基础的 一个造型艺术 那么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书写 一个是汉字 还有一个是造型艺术 那么先来讲这个汉字 那么汉字和世界上 其他的书写系统 完全不一样的话 那么大概都很清楚 就是西方的所有的文字 尽管他们的开始的时候 也都是像型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么它很快 他们这些都演化成了 一个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是怎么回事呢 它就是用一些简单的符号 来代替 来表达这个人 说话的时候的这个读音 那么就是所谓的 fanatic system 那么尽管这包括了 这个苏梅尔文字 古埃及的这个图形文字 甚至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都非常神秘的这个玛雅文字 那我们尽管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像型符号 其实它们都是只是在标 就是一个注音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么相对说来呢 汉字就完全走向了一个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也是起源于这个像型文字 到甲骨文 这个大概是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 这个甲骨文成熟 成熟之后呢 我们实际上发展了一个系统 书写系统叫做六书系统 那么就是指示像型 还有这个会议 形声等等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特色呢 就是说它是保持了这个像型文字的这个基本特色 那么相对说来 比如说拼英文字 像英文 我们知道二十六个字母就够用了 那么二十六个字母加上大小写 一共五十二个 你再怎么写 那么变化就是这么大一点 那么相对说来呢 那么汉字 我们作为日常的使用 那么一般大概是三千个字左右 那么这三千个字 书写方法都不一样 那么它变态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么就使得这个书写汉字 那么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么一个 一个完美的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在书写的过程中呢 它可以跟自然的构型相同 那么也可以人文的这个构型 那么有同构的一些原理 那么我会会 下面会慢慢地提到一些 那我们现在解释了这个汉字 它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书写的艺术 那么第二个 那么我们是讲 这个书法是一个造型艺术 那么是造型艺术的话 那么它就跟其他的造型艺术的话 有很多的共同点 比如说和绘画 那么大家在这儿 大概绘画都比我懂得多 那么绘画的话 那么它有几个层次 在这个视觉的构成上 一个是色彩和明暗 那么它这个是基本元素 基本元素呢 它构成一些基本形态 比如说这幅画里面 那么这色彩和明暗 它构成了一双手 或者这个头 或者是头发 然后最后 那么有个构图 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这些形态 那么又构成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图画 那么这是在这个造型艺术里面的 基本上的三个层次的结构 那么对于书法呢 也有这样的三个层次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点画 那么点横竖片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构造层次 那么也代表了这个书法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那么就是笔法 这些点横竖片 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那么这个是书法的基本要素 然后这些点横竖片 它可以形成不同的汉字 写成不同的汉字 你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书法作品 那么这个是汉字的造型艺术 那么它有三层结构 我们现在先记住 然后呢这个书法里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书写 书写是什么意思 书写就是说 它是记录我们的语言 我们记录语言的时候 中间就自然就带了一个时间性 那么就是你写一首诗也好 写一个文章也好 你知道哪个是第一个字 哪个是最后一个字 那么在中间的话 那么它是每一个的这个时间过程 它都自然地记录下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跟另外一个艺术 叫做音乐 那么它有很大的公通性 那么我要做一个类比的话 就是这个点横竖片 这个点画 那么就相当于音乐里面的音符 然后这个单字的结构呢 就是这些单字 那么就相当于音乐里面的motiv 或者是这个乐剧 那么这个整个书法作品的章法 就相当于你一个音乐作品 不同的这个乐剧 它是怎么安排的 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音乐作品 那么我们也同样知道 在音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实际上是音符 你如果是这个躲而弥发说都弄不准的话 那么这个音乐就不成为音乐了 五音不全的话 是没有办法唱歌的 我们这都知道了 好 那么现在总结起来 那么这个书法欣赏的这个基本原理 那么这个自然参照性 那么就包括了这些因素 那么一个是笔法 笔法就是基本的点画 这个点画当中我们需要看的 那么就是这个书写的技术含量 那么它是否符合 这个视觉美学的基本要求 那么是否有很高的这个技术含量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然后剩下的下面两个 那么一个是节制 就是单制的结构 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张法 就是各个单制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看的呢 就是是否符合一般平衡的和谐的原则 是不是有时候它这个有出人意料的惊喜 包括张法也是这样的 那么待会我们有例子 那么通过这个节制张法和笔法 那么我们看它是表达了怎么样一种感情 那么这是相对也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所有你需要表达的喜怒哀乐 或者是雄壮或者是典哑或者是静谜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这种感觉的话 那么它的基础都必须是这个笔法 就像这个人生下来就会表达自己 大家都会哭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不满抱怨 那么最后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是有要像唱歌一样 那么这个这样的这个声音 这样的表达才能感染 那么大家才会认为它是一个艺术 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去去去去总结的话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东西 我们视觉里面看到的 或者是这个这个其他艺术里面看到的 其实都有这么一个规律 那么看风景 那么从一草一木看一个山 然后看整个的这个风景 然后在看电影里面的时候 我们先看演员 然后再看这个故事情节 然后再看这个整个电影的安排 那么都是这样 那么我相信大家还能找出 很多很多的这种类似的 这么一个对比的这个原则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 我们如果能从这个原则上 来看这个书法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有了这么一个系统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我需要有志愿者 那么这两件作品的话 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志愿者 那么是认为这件作品 写得好的或者不好的 大家请举手 然后后面两件作品的话 我解释 这就是刚才最开始 我这个给出的两件作品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件作品 这是龙 这个是我网上找的一件作品 随便找的一件作品 那么现在有人认为它好的 大家举下手好不好 我这是怎么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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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